全世界近200個國家達成歷史性的協定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這是針對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一個重要步驟 星期六在盧王達首都吉佳利舉行的氣候會議 宣布了這項協議 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 談到197個國家和政府 共同簽署的這項協議時說 這是向前邁進的 具有理情卑意義的一步 幾十年前開始出現的工業氛化氫氣體 是一種用來替代減少、臭氧、消耗的化學物質 但是卻是成為了全球變暖的一個原因 協議將國家分成三組 每組啟動減少、固化氫的時間框架不同 美國和歐洲 但都是承諾逐漸加強削減這種氣體的使用